台鐵從德道和人斷一遇大雨就發生土石流淹沒鐵道 造成交控中斷 讓往返花蓮台北的民眾哭不堪言 交控部長陳世凱10號下午特別來到花蓮視察災點 他表示交控部和台鐵公司盡一切的工程努力 目前是朝三大方向實施 包括了告警系統、重建小清水橋還有輸運計畫 未來如果花冬再發生相關的災害呢 要在三個小時之內就啟動輸運計畫 這一次的鐵公路中斷的經驗 我們會希望說交通部整體要建立 整個蘇花花東鐵公路中斷的時候 三小時的應變SOP 那空運的部分當然我們在這一次 其實當天晚上我們也都調集了一部的飛機 可以來做民航的輸運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會快速來加強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說空運的部分 不要像這一次只有一步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再更多 那海運的部分當然我們在建置當中 那長遠來說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綠色公路可以建構起來 那未來如果發生了中斷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在海上的運輸速度就會相對快一點 那另外第三方面呢 針對鐵路的部分 我們在南回的部分 在這一次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當我們往北回沒有辦法走的時候 花蓮這邊的旅客或者鄉親要往西部走 我們會鼓勵往南回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在鐵路的部分加強了南回的輸運 那另外再搭配上高鐵在西部的 這個往北的輸運 那一天當天我們也增加了一般的這個列車 讓我們南回的這個鄉親跟旅客 在往高雄之後 可以直接往左營站去搭高鐵 然後往台北或者是往台中等等的方向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海陸空 三個部分我們都在檢討 那未來不會用過去的標準 過去的標準是用72小時 甚至是48小時的中斷來做準備 那我們這一次的經驗 我們在三個小時之內 其實就有辦法來啟動所有的輸運的 這個建議跟這個輸運的工作